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七大上毛泽东提出整治山头主义 而且七大也和延安整风运动有很大关系 习近平在延安的讲话则特地提到令人色变的延安整风 不仅肯定了延安整风运动 还称当年中共被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就是靠延安作风突围 习等人还到延安的杨家领旧址 重温中共党史 习近平称要弘扬延安精神 发扬斗争精神 分析人士认为 习近平去延安背后有认祖归宗的意思 表明中共是红色血脉的正宗 宣扬自己是毛泽东的传神 时评人周晓辉认为 习重回延安是不祥之兆 因为延安不仅是中共在国民党围剿下 败亡的落脚之地 也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地方 毛的整风运动残害了无数人 中共在延安横征暴敛 让被欺压负担沉重的老百姓 内心充满了愤恨 有的人甚至公开咒骂中共和毛泽东 坊间传闻毛在1949年后再没有回延安 因为曾有道人告诉他 延安有对中共和毛的诅咒 回去的话诅咒应验会害了他 然而现在习近平为了效仿毛 高调回了延安 回到了中共败亡后的归缩之地 周晓辉怀疑 这或许是在彰显他的不自信 走回头路 也或许在预示着 习政权将走向败亡的命运 还有人质疑 习近平此行显得杀气腾腾 习近平以延安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 衬托习思想进入党章的正当性 而通过延安整风 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 让人联想到二十大最高权力机构 清一色的习家军 这在中共历史上 甚至在毛泽东统治晚期也极为罕见 时评人石山指出 二十大之后 中共正从原来邓小平之后形成的寡头政治 走向习近平的个人独裁 而这个过程结束之后 必定就是大清洗的开始 历史有太多的先例 例如列宁之死 短暂过渡成为了斯大林个人独裁 全国开始大清洗 毛泽东通过文革形成了绝对的个人独裁 也是一个大清洗的过程 石山直言 当权者的每一种攻击背后 都是一种恐惧 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必定带来对权力的攻击 未来的中国 老百姓固然因为经济衰败而受难 但每天被恐惧笼罩着的 却是中共的那些官员们 因为只有他们才最接近权力的核心 中共二十大结束后 前国家主席被驾离会场的事件 仍被热切关注 美国之音28日报道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表示 该事件是习近平连任后面临的头号难题 也是一场重大的政治事故 如果习从轻放过 那无法证明当时湖被驾走的合理性 如若大张旗鼓的整肃 则会引发团派激烈抵抗 急出更大的事端 高文谦直言 中共高层运作从来就是黑箱作业 外人物理抗花在所难免 表面上习近平在二十大大获全胜 但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由于其权力结构的脆弱 在应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时 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系统性危机 习家军很快就会互相争宠 内部撕咬 然而这次二十大不同于以往 其幕后博弈厮杀之激烈 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党代会 因为双方都没有退路 必须拼死一搏 还有分析指出 胡锦涛被带走这一幕 给习近平政权的合法性 带来了可致命的杀伤 习近平最担心的事情已经来了 这次宫廷政变被公租于世 也是中共在走向灭亡之前 向人们和世界展示中共邪恶的方式 另外汪洋不连任代表技术官僚 普遍选择躺平 中国经济面临断崖式崩塌风险 习近平熬不过五年任期 不过当习和中共都陷入绝境时 中国就有一个绝地逢生的机会 中共二十大后民怨沸腾 各地乡继爆发抗议事件 封控近三个月的西藏拉萨 爆发街头抗议 10月26日 大批民众走向街头要求解封 迄今大量警察赶到现场镇压 手持盾牌 民众与警察对峙 并爆发冲突 视频显示有民众大喊 警察抓人了 天哪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另有网传视频显示 中国某小区防疫大白 暴力抓人隔离 两名妇女被大白 在地上拖着拉走隔离 哭喊声撕心裂肺 网友凤凯 这就是水深火热的真实写照 感觉是上演恐怖片 在江苏南京 一群警察公然对民众施暴的视频 也在网上流传 引发民众愤慨 视频显示 一位市民跟警察高声理论的过程中 突然被人从背后撂倒 多名警察把这名男子摁在地上 脸和身体紧贴着地面 其中一名警察掏出一根细绳 将男子双手反绑 现场相当暴力 网友质问 这帮警察跟黑社会有什么两样 二十大开玩 很多中国人下决心出逃 而出售房产是必要一步 日前 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已掀起抛售房产的浪潮 然而第一财经发表的一篇社论引爆舆论恐慌 提为积极做好风险资产价值重估的准备的社论说 中国住房的估值是基于金融属性 但高房价抬升了经济社会运行成本 因此 重估定价是迟早的事 既然二十大报告强调了房租不炒和租购并举 投资者就要做好不动产定值重估的积极准备 热门房地产博主北京大土豆总结说 社论说得很直白 地产的黄金时代正式结束了 以后只保房子的民生属性 不保价值属性 高房价必大于利 有分析表示 此社论说明 若硬撑着维持 其成本比下跌的损失更大更严重 这种政策的转向 对地产行业相关的资本大佬 和投资者的打击也将是巨大的 毕竟当局要共同富裕 拿这个群体开刀是必然 还有人认为 这预示着所有享润的人的基本面 即房地产价值将会被打掉 卖完房子就跑路的人将面临全面破产 香港首富李嘉诚也提醒说 不要赚最后一个铜板 外界认为 房地产已经是一个随时破裂的泡沫 中国人特别是基层群体的90%资产 与房地产捆绑 加之全球经济下滑趋势 中共又与世界脱钩 因此房地产下跌是必然 搞不好就失衡遍野 总之 新百姓苦 王百姓苦 韭菜永远是韭菜 有港媒在几年前就警告说 房地产如果崩盘 牵连的不只是老百姓 还有银行和地方政府 的确可能引发全面崩溃 日前为避免冲突 特斯拉执行长建议把台湾变成 中国大陆一个特别行政区 此话一出引发舆论哗然 近日有外媒报道 该公司原来竟有50%获利 来自中国大陆 市场内幕报道 大摩分析师亚当·乔纳斯 带领的研究团队 发布报告指出 特斯拉高度依赖中国大陆市场 其所获利润高达半数 并且还与中国科技股的股价 走势紧密 然而随着清零风控政策 与房市危机影响 大陆经济消费支出趋缓 对此 特斯拉24日宣布 大陆贩售的Model 3 和Model Y电动车 价格调降9% 大摩在报告中将特斯拉目标价 从350美元下修至330美元 据悉近一个月以来 特斯拉股价已重挫于20% 中国互联网上市交易基金 今年以来已狂泄48%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近期在法说会上提到 中国大陆的经济正经历某种形式的衰退 此外 大摩还指出 特斯拉对于大陆市场的高度依赖 使其容易受到美中低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的影响 比如拜登政府在10月挤出芯片出口令 导致大陆半导体股价暴跌 为了马斯克却在此时建议把台湾变成中国大陆一个特别性政区 以避免台海发生冲突 此话一出引发舆论哗然 大摩直言 特斯拉在2030年之前仍无法摆脱对大陆的依赖 一旦美中敌对升级 即将会面临巨大风险 股价的波动也会大幅加剧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